那天请了施明德却谈心意中原则 然后找来了民进党的星秀高嘉瑜 当面羞辱施明德 讽刺施明德去发表心意中原则 叫做卖台 看着习日是为台独去坐牢的老台独施明德 当场动气 说实在呢 真的是情何以堪 王炳中说事 今天要给大家来说的事呢 是在台湾大选刚刚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也就是星期一 那么我们看到啊 施明德他过世了 这个名字呢 也许对大陆的朋友 如果你长期有在关心台湾的政治 你会有点认识 或者呢 你可能印象的停留在2006年的时候 当时施明德作为所谓呢 反扁倒扁反贪腐红山军的总指挥 那么他是民进党的前主席 对于在台湾可能年轻一点的世代呢 甚至已经没有听过施明德了 但是施明德呢 他是一个在台湾来说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范 也可以说呢 是最后的一个革命者 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革命世代呢 在台湾大选刚刚露幕的此时此刻 也走入了历史 施明德呢 他在60年代的时候 当时他才22岁 投考军校 而他投考军校的目的呢 就是呢 要起兵叛乱 要推翻当时的蒋介石政权 那么他和当时最主要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或者呢 是这个信奉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 信奉社会主义的左派人士 而且是统派不同 施明德是个独派 当时呢 他就信仰 认为说台湾应该要自己建立一个 所谓呢 台湾独立的国家 来脱离蒋介石的统治 那么后来到了70年代 可以说呢 这个党外最大案 也就是了民进党的前身 所谓的党外阵营 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 那么美丽岛事件当中呢 这些政治犯呢 他们和过去我们说 50年代 60年代的白色恐怖不一样 那个时候主要的这个受刑人 政治犯都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红帽子 这个中共的地下党 或是相关的这个信仰者 那么施明德是个很大的特例 他在560年代的时候呢 也参与了当时白色恐怖 对抗蒋介石政权的 这种政治的革命 只不过呢 他是走向台独 那么到了70年代 1979年的美丽岛 当时呢 基本上啊 这个呢 属于我们讲的左统 本来中共地下党的这个力量呢 已经在台湾几乎没有了 那么当时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 主要呢 就真的是我们讲 西方自由主义的这一批人 我们看到像是施明德啦 吕秀莲啦 黄姓介啦 这些政治犯 那么当时他们所诉求的 是要国民党结束 一党专政的戒严体制 后来在美丽岛事件当中的 这些政治犯呢 施明德被判刑最重 因为施明德拒绝去辩论说 我到底有没有暴动 我到底有没有革命 他直接呢 他就认说我就是要革命的 我本来就是要颠覆叛乱的 所以他被判最重 甚至呢一度呢要被判死刑 那么施明德也可以说呢 是在当时美丽岛大审当中 就公开的说 他的台湾独立 已经呢改成 是认为啊 中华民国 自从1949年 拨迁到台湾以后 实质在台湾地区独立 这个可以说呢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 叫做所谓的独台论 就是以中华民国之名来说台湾已经独立 那么施明德其实是很早 他就公开的在当时美丽岛时代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调 当然这样的一个独台论呢 在当时国民党两讲时代都还是认为叫做叛乱的 那么如今这个已经变成是蓝绿的共识啊 都接受所谓台湾独立 用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所谓的名字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说施明德过世 在我来看呢 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众所皆知呢 今天我们看民进党这些当选派啊 包括蔡英文 包括刚刚当选的赖清德 他们呢都是没有经历过所谓党外时代 所谓那个革命时代的 蔡英文在两讲时代 在戒严时期呢 他还是啊国民党体制必应之下的特权分子啊 因为你知道 蔡英文的父亲呢 是和当时国民党当选的许多权贵呢 是关系很好的 包括蔡英文能够谋得政治大选的教职 你知道在戒严时期 政大就如同是国民党的党校 所以在戒严时期 政治大学就犹如是国民党的党校 所以蔡英文能够在政大的任职 你就知道啊 蔡英文家族和当时的国民党当选派 那个关系有多好 那么后来在90年代以后啊 民进党成立了 但是还是在野党的时候 蔡英文也没有加入民进党啊 他是当时国民党李登辉的幕僚 至于赖清德 他也没有什么党外 要去那里和国民党啊 这个戒严体制对抗的革命经验啊 因为他是在1994年 也就是都解研了以后 才加入民进党 甚至如果根据邱毅教授的爆料 赖清德还曾经在戒严时代 一直到90年代解研以后 都还担任国民党当局停日单位的 所谓县民 廖北亚 是专门出卖民进党的情报 给国民党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啊 赖清德现在自称 说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其实呢 如果真的要讲说赖清德 是什么台独主义者 台独的信仰者 还真的是高台的赖清德 对赖清德来说啊 这个台独根本不是什么 会掉脑袋的革命 而只是呢 拿来骗取选票的政治资本 所以我们可以说 民进党从当年施明德为首的 那一批老革命的革命世代 已经彻彻底底 在如今施明德过世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 已经和当年的民进党 完全没有关系了 现在的民进党 现在绿营的当权派 已经全部都是收割世代 那么其实 在过去我们看陈水炳 谢长廷 苏贞长 他们也都是啊 收割了施明德这些 老革命奋斗的果实 但是毕竟呢 这些人呢 当年还曾经在美丽岛大审 也就是1980年 国民党在国际压力下 公开审判的美丽岛 叛乱案当中 为这些叛乱犯呢 辩护过的律师 而我们看到呢 在2014年太阳花以后啊 当时我印象非常的深 那个时候 施明德呢 已经完全啊 不再理会政治 但是呢 他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呢 这样的一个老革命 即便是老台独 他也嗅到了 台湾不能不去和大陆 进行协商 否则这个和平将有一天 会被破坏掉 而且不能让美国利用台湾 去做反华马前卒 台湾要的是所谓呢 自己管自己 也就是对老台独来说 台湾要的是所谓的主体性 但是也不是让美国来利用 因此那个时候你看呢 施明德和传统我们说 国民党的军头 郝博村 他们呢 找了许多蓝绿的学者 包括九二共识 这个词的创始人 苏启 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 叫星意中原则 结果呢 我印象非常深啊 因为那一集节目 本来也找了我去 后来呢 我拒绝去参加 因为我认为那个媒体呢 完全是偏颇的 也就是伊甸市 那我认为这个伊甸市 完全在美国立场 所以当时我不愿意去 后来呢 我才知道 那天请了施明德 去谈星意中原则 然后找来了民进党的星秀 高嘉瑜 当面羞辱施明德 讽刺施明德 去发表星意中原则 叫做卖台 那么当时我看着电视啊 看着昔日是为台独去坐牢的 老台独施明德 当场动气 说实在呢 真的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们说啊 现在这些所谓的台独 他们都是在收割当年施明德 他们为了台独 一度可能被判死刑 奋斗出的结果 而施明德当时所创造的这一套 叫做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 独立了 后来你看到1991年 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 仍然说呢 要用公投的方式 去另外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那么就引发了美国疑虑 施明德呢 当时站在民进党立场 认为说如果要让民进党有机会 未来执政 绝对不能让美国觉得 民进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所以他再次重申 台湾已经独立 民进党不会也不需要去宣布台湾独立 那么在90年代 当时施明德走出这一步 包括后来施明德 也和当时的新党呢 来谈大和解咖啡 就认为说呢 无论如何 这个本省外省 所谓的在台湾内部的蓝绿 要和解 那么当时的新党和民进党呢 应该共同监督李登辉 结果施明德的这些作为呢 却被民进党啊 那些窃取了革命果实的 这些号称自己叫基本教育派的呢 去把它打成叫做台奸 那么后来你看到呢 在2006年 孙明德呢 他看到陈水扁搞贪腐 那么他站在就是 民进党不能因为贪腐而堕落 因此呢 他发起了红山军倒扁运动 又被民进党呢 把他羞辱 说他是求饶者 所以我可以说啊 这个是相当讽刺 也就是呢 今天你看到的蔡英文和赖清德 他们一边靠着抗中保台 在稳固政权 一边的利用孙明德 最早提出的独台论 来修饰他们的台独 提出所谓的维持现状 但是蔡英文和赖清德 他们呢 根本是一路服从于体制 向权力靠拢的政客 所以对他们来讲啊 根本他们不会去啊 这个担忧 说台湾如果呢 过度的倾向美国 那么走向呢 这个逼迫大陆 非得要两岸摊牌的路线 会有多么的危险 那么实际上呢 其实我也必须说 对于施明德这些老台独来讲啊 他们的观念呢 当然和我还是有距离的 包括后来施明德修正 他提出这个所谓的新义中 那么比较接近 所谓义中两国的邦联的概念 那么对于我来说 当然这个看法呢 和我的对于统一的主张 是有出入的 不过对于施明德来讲啊 他这个老台独来说呢 已经是有所修正 并且呢 我认为施明德晚年 有几次发言 也是很有价值的 那就包括施明德 以他曾经是老台独的身份 提出了九二共识 或者一国两制 其实都隐含着呢 是一定程度 也是面对了两岸分治的一个现状 所做出的处理 所以他认为说呢 台湾的政客 不应该只是想着选票 而应该呢 也要去思考 九二共识 或者一国两制 对于台湾来说 也是提供了一定程度 所谓机制化的和平保障 所以其实啊 说到底 施明德和吕秀莲这批老台独 他们和如今啊 这个蔡英文为首的新台独 是不一样的 蔡英文赖清德的这种新台独呢 完全是配合美国的利益 根本也不是要追求 所谓台湾的独立 而是呢 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呢 把台湾作为美国反华的马前卒 是只有反华 而没有去想 怎么固守所谓台湾的主体性 而施明德和吕秀莲 他们站在台湾的立场 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 他们其实最早的初衷啊 是希望呢 台湾不要被卷入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冲突 而是一个呢 所谓和平中立的东方瑞士 那我必须说 这样的一个看法 固然呢 它是脱离政治的现实的 因为在地缘政治的现实呢 台湾是不可能 不在中美之间去选边的 也就是呢 只有还原堂堂正正 中国人的本色 才不会啊 被美国反华势力压榨利用 你不可能去说呢 你要在中美之间都不选边 所谓台湾独立 也就是呢 反而啊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才是真的保障了 台湾又可以在军事外交上 我们不用去卷入 所谓大国霸权的这种冲突 那么军事的问题 外交的问题 就交给中央政府 交给统一后的祖国去处理 而台湾可以享受呢 高度在岛内的自治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一国两制 和所谓呢 这个吕秀莲或是明德 他们所希望的 那种台湾的和平中立 类似东方瑞士的 这个乐国宝岛 其实呢 并不是完全矛盾的 所以这个关键呢 还是在 就是呢 老台独 他过不去的那个坎 他没有办法去承认说 台湾和大陆 同属一个国 而一定要去搞 所谓的新一中 一中两国 但是这个实在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上 其实台湾当然 就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也只有两岸 同属一国 才能够有强大统一的祖国 做后盾 而免于呢 这个台湾被 所谓呢 反华势力 利用 推向战争边缘的命运 总之 施敏德的过势 代表的是台湾政治 曾经有过革命者的 那个年代 彻底的消逝了 现在以及未来 台湾的政治呢 都是投机者猖狂 崛起的年代 从人格的高度上来说 坚持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是比唯利是图的变色龙 来得伟大 来得值得我们尊敬 然而 面对当下台湾 已经不可能再去期待 有革命者的世道理 或许啊 如果呢 能够顺应历史的大势 在关键时刻 也能事实物者为俊杰 做一点务实的投机 而拯救苍生 免于不必要的消耗 那或许就像 副作义式的变色龙 未尝对人民来说 也不是一件坏事吧 感谢观看